那就是我身后正缓缓驶来的这辆车 来自于瑞福的全新车型X500 这辆车呢是来自于福特辛全顺V362底盘打造的 不要看它外表好像普普通通啊 但是它的亮点非常非常的多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开上我们这辆小小灵动的X500 开启我们这次的春光之行了 看看第一站我们去哪里 第一站其实是加油站 因为我们的车已经就是油亮接近报警的刻度线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车 大家吃一箱油能吃多少钱 最终我们加了71.51升 然后今天油价是7块7毛4 553.48元一箱油500多块钱 准备出发小洋司机上线 现在我们来聊一下驾程感受啊 这个车上来之后说实话有让我惊喜到 我就觉得今年各个厂家各个品牌这些卷的都太厉害了 这个车就是如果说你是对那种旅途当中的就是驾乘感受非常重视的话 那这个车真的是可以补充了巨巨巨巨好看 我上车之前 然后呢我们的领队说这个车跟小车的驾乘感受是差不多的 我说房车多多少少嘛肯定还有点区别的 但是上手之后真的就跟我们前面我们自己公司商务车开起来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甚至比我们的商务车好像还舒服一点 因为它是9AT的变速箱嘛 所以它的换档非常的平顺非常的灵敏 让你开得非常的舒心 因为暂时呢我们开的时间还不长 通过就是这么短距离的一个驾乘感受之后啊 如果说让几个形容词来形容它给它贴个标签的话 那么可能是灵动舒适 如果用大白话来形容的话就是真的好好开 它比R500 因为我们当时驾驶那一款是最开始那一版 就老款的R500嘛 那个是6AT的变速箱 然后这个是9AT的 其实它们相对来说呢 就是动力和扭矩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调校可能是有一点点的差别的 所以这个车就整体的给我感觉就是真的好舒服 我觉得我可以一尺开 早上好 在经过昨天一天的跋涉之后 我们从五湖来到了黄山来进行这一台来自于瑞福全新的新车X500的测评 那经过昨天一天 整个长途的开下来之后的感受 还有昨天我们在这边露营居住的一个使用感受 今天呢 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全面的讲解和分析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啊 会觉得前流一点熟悉 对不对 因为它是基于我们的老朋友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福特新全顺的V362底盘打造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辆车它的一个长宽高啊 长度呢 是5340 高度呢 是2米1几 所以是不超过2米2的 那么很多人会选择它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可以下地库 所以你在城市通行就更加的方便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哈 墨绿色 因为今天阳光不是很好 所以看不太出来 但是在阳光下的时候 它其实是那个千山翠同款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搜索一下哈 就是bling bling的非常的好看 然后轮功呢 也是进行了瑞福自己独家定制的一个改装的 同时呢 这辆车使用的是一个免焊接工艺 全车是没有一个焊接点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 隐私性做得也非常好 从外面是完全看不到里面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重中之重啊 就是它的底座部分 也是各家内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啊 这台车它是全国第一家经过就是 升顶测试的升顶房车 人家是持正上岗的啊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底座 它是三层 就是高强度的复合底座 并且呢 前后呢 就是使用的是这种X型的检视结构 内部呢 预埋了6063的热处理形材 来衔接前后的一个升降结构 而且它合起来之后 它的缝隙只有9毫米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材料工艺啊 使用的是ABS加上ASA加上POR 就是一体式的发泡工艺 那说实话专业名词咱也不懂 对不对 你要知道它的好处呢 就是更加的抗腐蚀 然后更加的隔音隔热 更加的耐用就可以了 再来看一下它帐篷的材料 它也是三层的这种复合式结构 所以呢 整个保温隔热的性能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在底下呢 这是一个电动的尾门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侧面啊 这里呢 是一个出水口 然后再来往这边看 它是一个电动的门 底下呢 还有一个加强的底座 接下来我们到车内看看 来到车内以后啊 你会发现这个车呢 其实它虽然说给了你五个人的座椅 但是如果说你想真的出去 就是住在这车上使用起来的话 两个人其实应该是最合适的 那这个位置呢 它给了你一个小桌面 是可以进行前后走移动的 也可以拿下来放到下面去进行使用啊 然后这个座椅呢 还是比较舒服的 又有透气孔的设计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点点就是鼓出来的感觉嘛 所以整体长途坐的话不会觉得特别的疲惫 还是比较舒适的 然后我头顶上方呢 还剩这么高的一个空间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二楼的床了 推上去之后 这个车的空间高度就会高了很多 目前呢 因为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灯光啊 这个地方呢 采用了他们家的一个流云商务灯 就是你看形状啊 纹理啊 就是很像那种流云的感觉 并且它是四色的灯光组合 有15种搭配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调节 这个车呢 一共有7个冷暖出风口 而且它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到了夏天的时候 或者冬天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睡在上面的话 可能会觉得特别冷或者特别热 但是呢 这个车的出风口是可以达到 就是通向帐篷内部的 那就避免了你在睡觉的时候 体感温度不那么舒适了 我们再来看看生活区域 那现在呢 就是一个顶棚升上去的高度了 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的宽敞的 旁边还给了你一圈氛围灯 氛围灯的颜色也是可以进行变换的 然后厨房区域 这边呢 墙壁上有一个闭灯 闭灯上面有两个插座口 电磁炉 储物空间 这里呢 是水槽 那水槽底下呢 是微波炉 所以你别看它小 但是还挺实用耐用的 在正对面 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巨大的衣柜 可以当做储物空间来使用 我们再来看后方的生活区域啊 在这边呢 是福利斯特118升的车载 专用冰箱上下双开门的设计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隐藏式的翻折的洗链池 底下是赛特福德的旋转马桶 这里呢 还有个淋浴花洒 上面还有个插座口 这里呢 就是黑水箱的位置了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从厨房到生活区域啊 就是唯一美容不足的 就是可能空间真的没有那么大 但要知道这是一辆B型车 它可能已经是把设计的合理化 发挥到一个极致了 所以呢 这台小车 昨天我在朋友圈一发完之后啊 立马引来了很多车友的一个关注 说这小车颜值挺好看 设计也挺巧妙的哈 就开始在问多少钱了 但因为我们现在拍摄的时间呢 还没有到它正式发布会的时候 所以具体的价格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可以在评论区关注一下 但是要知道 瑞福之前的几个B型车 你看从瑞福奇迹R500 R600 R700 到这一次 还有全新发布的R800 其实都在B型车的市场上 引领了一股潮流 可以说相当的有竞争力 而这一次 这台经过了考试的升顶房车 我觉得如果说 它的价格合理的话 很有可能 又会在升顶房车市场上 引起一股热潮 那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看看它到底 官方指导价是多少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